中職例行賽開幕戰 今天在台北大巨蛋登場了 今天我們的開幕戰首戰 就是樂天桃園對上衛拳龍隊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場 其實在隊員 大家有發現民眾的身上 都是穿著紅彤彤的衣服 就是因為我們主場賽事 就是衛拳龍 除了比賽讓大家覺得 非常的期待之外 另外還讓大家相當關注的 當然就是啦啦隊 因為今天是首次 李多慧跟林翔兩人 以小龍女的身分 第一次同台應援 那稍早他們兩人也受訪 透露這一次同台應援的心情 帶你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就是有一種 再續前緣的感覺 然後就是很開心 因為就是多了一個 很熟悉的夥伴 因為畢竟之前有一起應援過 然後也有一起到國外應援過 所以很開心 就是再續前緣這樣子 那多會呢 啊 這次同台應援過 所以很開心 新鮮的朋友們 也期待到新鮮的朋友們 也期待到 也有印象 所以 也會比較舒服 由於這一次呢 他們兩個人呢 穿上了新的 這套小龍女的服裝 我們可以看到 是紅色的上衣配上 紅色的白折短裙 相當的可愛 那另外呢 有一點點 就是旗袍的樣式 李多慧呢 他也說呢 對於這一次的服裝 是相當喜歡 覺得紅色是充滿活力 另外他也覺得 小龍女的這個應援舞呢 也是相當有力量的 所以他也是非常的期待 接下來的比賽 正式開始 以及正式登台應援 對於這次會 It Às